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新东方网络课堂 我们今天要学习的是新概念第二册的第94课 首先,我们来看看这篇课文的单词 第一个单词,instruct 是一个动词,意思是指导,传授 那么一方面,我们要表达的就是指导这个人去做什么样的事情 所以我们需要在instruct后面可以加上的有,动词不定是 就可以构成instruct somebody to do something 指导某人去做某事,指示某人去做某事 好,我们来看到第一个例句 The doctor instructed John to work out Work out这个短语所表示意思指的是锻炼,健身 那么所以呢,这个句子所表达的意思 就是医生叮嘱着约翰去锻炼身体 好,那么在第一个句子中间 我们所掌握的这么一个搭配性结构呢 就是instruct somebody to do something 所表示意思就是指导某人去做某事 指示某人去做某事 或者一个解释为叮嘱某人去做某事 这是其一 那么其二,我们还可以说明就是在某个方面对这个人进行指导指示 那么我们可以加上的是借词in构成instruct somebody in something 比如我们看到的是第二个例句 An American friend instructs me in English every weekend 一位美国朋友每个周末都教我英文 那么所以呢,在某个方面指导指示 教某人就是instruct somebody in something 那么同样的,如果要表明为教某人去做某事的时候 在借词in的后面出现是动词 那么动词我们需要把它改成 安基形式的动名词 因此就可以构成instruct somebody in doing something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的是第三个例句 上星期,Johnson先生教我打高尔夫球 所以这是在借词in后面我们出现的动词play 就把它变成了playing,动名词结构形式 那么这是我们所掌握的第三个结构 就是instruct somebody in doing something 教某人做某事 指导某人做某事 好,那么就是关于instruct这个词 我们需要掌握的这三种结构呢 我们就看到这里了 那么今天我们看到的是第二个短语 叫做Los Angeles 那么这是洛杉矶 是我们所熟知的美国的城市 好,这个词我们不太多说 我们下面看到的是第三个词 relectant 形容词 意思叫做为勉强的 不愿意的 那么这是对一个形容词而言所表示 意思叫做勉强的不愿意的 但是我们在表达的时候 往往会说勉强的去做某事情 不愿意去做某事情 所以我们需要在relectant的后面 有时候可能会需要加上是相关的动词 好,那么首先我们看看 在relectant后面接名词的情况 比如我们看到的是这么一个短语 a reluctant smile 勉强的微笑 OK,就说明这个笑不是那么样的由衷 好,那么这是第一种情况 在relectant后面加上的是名词 形容词修饰名词 那么第二我们刚刚说过 relectant后面还可以接动词 那么接动词时候 我们需要构成的是 be reluctant to do something 不愿意去做某事 比如我们所看到的这个例句 Peter is reluctant to step in Step in所表示意思是干预 好,那么整个句子 Peter is reluctant to step in 所表达的意思就是 Peter不愿意掐手干预 所以在这个句子之中 我们出现了不愿意去做某事 这么一个搭配性结构 就是be reluctant to do something 后面加上的是动词的原型结构 放在了动词不定是to的后面 好,我们再来巩固一下 比如我们再看到的是下面这个句子 Andy is reluctant to move to the suburbs Suburbs指的是郊区 所以呢,这个句子里面描述的是 Andy不愿意搬到郊区去 好,那么这是关于reluctant 我们重点所掌握的 就是be reluctant to do something 意思是不愿意去做某事 好,那么这是第三个单词 我们看过之后 紧接着我们看到的是第四个单词 weight,名词,重物,也指重量 好,我们可以看到的是这么一个句子 Nelly has lost weight recently 那么这个lost weight 从字面上说 就是这么一个重量的一种消失 那么也就证明是瘦了 所以这个短语 loose weight所表示意思就是瘦了 OK,那名词整个句子 Nelly has lost weight recently Nelly最近瘦了 那么既然 loose weight这个短语所表示意思叫做瘦了 那么相反的 如果我们要表明概念叫做胖了 可以怎么说呢 我们可以说 put on weight 就叫做胖了 好,那我们就是关于weight 这个词可以表示叫做重量 那么同样的 还有一个表示意思叫做重物 比如我们看到后面这个句子 Peter has got a bad back so he can't lift weights OK,bat back 说明他的背部有毛病 背部有疾病,不舒服 那么所以整个句子所说的就是 Peter,背部有毛病 他不能够提起重物 OK 那么所以当weight作为名词的时候 可以指重物 那么做重物的时候呢 这个weight就可以做一个可数的名词了 好,那么这是关于第四个单词weight 我们就看到这里 再往后我们看到的是第五个单词 underwater 形容词 那么这个词是由under加上water所构成的 under本身所表示意思就是在什么什么的下方 所以这个单词underwater所表示概念才叫做水下的 好,我们看到这个单词 好,我们看到这个单词underwater camera 我的一个前线叫做tri 意思是三,三个 比如triangle 那么所表示意思就是三角形 angle所表示概念叫作为角 好,再加上前线的tri 那么就构成了三角形这个单词 那么我们曾经学习过表示为两个的 这个前线表示为by 所以我们以前所学习过的两个轮的车 也就是自行车呢 就把它叫做bicycle 好,那么这是第六个单词 我们看到这里 好,我们下面看到的是第七个单词compete 动词意思是比赛 对抗 那么比赛也好 对抗也好 我们总会有个对手 所以我们要表明和什么什么人进行比赛或者对抗 因此我们会加上借词with 构成compete with somebody 这么一个短语结构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的是这么一个句子 It is hard for a small store to compete with a supermarket 对于一个小商店和大超市进行对抗 进行竞争 这是一个比较困难的事情 所以在这个句子中间 我们就用的是compete with somebody 这么一个短语结构 那么在英文中间表示为和什么什么人竞争 反对,相对抗 那么这个意思的呢 还有一个借词是against 所以我们也可以用compete against 这么一个短语来表示为和什么什么人竞争 和什么什么人对抗,比赛 所以刚才这个句子我们也可以说 It is hard for a small store to compete against a supermarket 好,那么是第一个我们所需要掌握的这么一个借词搭配 那么第二个,对于竞争也好,对抗也好 总是为了一些什么事情而竞争对抗 所以我们后面还可以接上就是借词for compete for something 为什么什么而竞争 为什么什么而对抗 我们看到的是这么一个例句 the players compete for the gold medal gold medal所表示意思叫作为金牌 那么因此整个句子 选手们为以夺得金牌而竞争 所以在这句话之中我们所掌握的就是compete for something 为什么什么而竞争 好,那么这些人竞争着去做什么的呢 所以我们要表明为竞争着去做什么事情 后面可以加上就是compete to do something 动词不定是结构形式 所以我们看到的是这么一个例句 they compete to get the prize OK,他们竞争着去得到这么一个奖品 price就叫作为奖品 好,那么最后呢 我们所掌握的搭配结构就是compete to do something 那么这是第七个单词我们看到这里 再往后我们所看到的是第八个单词yard 名词马 这是一个长度单位 一马等于是三英尺 相当于是零点九多米 好,那么这是第八个单词我们看到这里 好,我们下面看到的是第九个单词 gasp 动词 那么对于喘气而言 要么就是因为我们做过了剧烈的运动 那么要么就是我们在情绪上有所变化 那么所以我们看看 在这两方面表示喘气时候 我们怎么用上这个动词来说明 首先我们所看到的这个句子 这么讲到的 after running such a long way Paul was gasping for breath 跑过了如此长的一段距离之后 Paul喘着粗气 所以喘粗气 这个用上gasp for breath这个单语 那么这个单语呢 也是说明的是做过了剧烈运动之后的喘气 好,我们下面再看到的是第二个例句 The audience gasped in amazement when they saw a tiger on the stage 那么这句话的意思是 观众们看见舞台上的一只老虎之后 他们吃惊地倒吸了一口气 所以这个句子呢 描述的是人在情绪上变化之后 所产生的喘气 那么这个句子里面的情绪是吃惊 因此用上的短语就是 gasp in amazement 好,那么就是关于gasp这个单词呢 我们就看到这里 那么整个94课的单词 我们就先学习到这里